今天是你们等待很久的散粉测评 我今天要测评的一共有这么两大袋 那今天这些分享的呢都是专柜的 我为什么会分成评价跟专柜的 主要原因就是我一支视频实在放不下那么多 我今天都会一一来给你们讲解 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是干性皮油性皮混合性皮 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了 然后在分享产品之前呢先跟你们普及一下 什么是散粉蜜粉蜜粉饼 这三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像我们市面上说的蜜粉呢 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是非常传统的蜜粉 它就是这种散状的 大家知道它蜜粉散粉 它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都是loose powder 作用就是用来定妆 蜜粉饼呢就是类似于这样子 它是压成饼状的 但是其实它的作用也是用来定妆 或者控油 没有一个真的遮瑕效果的 蜜粉饼跟粉饼到底是什么区别 粉饼呢它是主要是遮瑕的 比如说我手上这个 它是有遮瑕效果的 涂出来呢是这种肤色的 它是跟粉底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粉饼不等于蜜粉饼 然后第二个要分享给你们呢就是 这些产品通常是用什么工具来上妆 比方说像这样子的扁一点的蜜粉刷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赤桃的这种散粉刷 它是圆锥型的 用刷子来上妆的好处就是它会比较均匀一些 而且上的会更轻薄 不太容易会有厚重的感觉 它会比较容易去碰到你的鼻翼呀 或者眼下这个三角区 可以大面积的扫你整个全脸 你也可以用海绵来上妆 海绵蛋像比如说市面上的这种水滴型的 你是可以直接用它来蘸去 在手掌把它稍微匀一下粉 然后用来定妆它也是可以的 它的效果就是比较扎实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用来烘焙的 那烘焙呢我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就不讲了 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再出一支视频来告诉你们散粉具体的用法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用蜜粉 或者蜜粉饼里自带的粉铺 一般蜜粉饼里带的呢 铺都是这样子的短毛短绒毛类型的 因为这种取粉不会取得太多 比较薄比较适合放在你的薄薄的那种蜜粉饼里面 散粉的话呢 它里面带的一般都是比较厚实 绒毛比较长一些的 然后有一定的厚度的这种蜜粉铺 刚才说到的工具呢 现在来告诉你们大概怎么去取 网纱状的呢 是我觉得最容易取粉的一种包装 因为你直接可以用刷子 这样子进去按压 就可以取到很均匀的粉末 然后你在盖子上面稍微抖一下 或者把多余的粉末 在它自带的粉铺上面 轻轻弹一下 然后现在刷子上的粉末就是刚刚好 薄薄的一层 那包装设计不太走心的 比如说这一款 它就是一个盖子 里面没有粉铺 也没有任何的网纱 它是塑料的这种隔膜印的 里面有一几个小洞洞 这种应该是蛮常见的 我就是直接倒在盖子里 取你需要用的量 然后再用你的刷子打圈 均匀地蘸到这个粉 在这个边上稍微刮一下 或者你在手臂上面抖掉 然后现在你蘸的粉呢 就是比较均匀的粉 对比刚才那两个的话呢 蜜粉饼当然是最好取粉的 你可以直接用它自带的海绵去蘸去 或者你用刷子直接这样子蘸一蘸 它就非常均匀了 刷这么多呢 接下来呢就是你们最期待的 这些散粉的测评 我会把它们进行三种分类 高清控油类型的 它的散粉粉末一般都是纯白 或者半透明 上脸没有太多的颜色 只是让你有一个高清的定妆 然后持妆更久 雾化毛孔 第二种呢就是粉末是浅肤色的 然后你上脸之后呢 在原本底妆的基础上 还可以再进行一层肤色的磨皮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光洁 有一种自带滤镜的效果 那第三种呢就是主打一些有光泽的 或者里面有一些赏粉颗粒的那种 那我就先从高清类的产品来讲起 第一个要介绍的呢就是 淡眠鼎鼎的NARS 它的蜜粉饼 这款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的粉质非常细腻 有轻微的珠光 在你的手上可以看到 但是上脸呢是基本上看不太出来的 上妆隐形没有什么颜色 也不会破坏之前的底妆的效果 但是它会有很明显的磨皮的功效 你上脸之后皮肤的光泽度 和你整个皮肤的质感 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不管是近看远看你的皮肤 都会看起来更好 更清透 那这款呢 大家都知道它好像不太好取粉 因为它是压的比较实的这种粉 其实我个人没有这个困扰 一般我用这种羊毛的刷子 去这样打圈 都可以取到非常均匀的粉 但是这款如果你觉得比较伤刷子的话 你也可以用粉铺来取粉 一般市面上最火的搭配呢 就是用CPB的这个蜜粉铺 我一般取粉呢 就是这样子直接刷两下 或者你可以打圈的去取 匀了以后 在脸上呢 就是这样子打圈的去按 其实这样的效果 会更有抛光的感觉 然后这款呢 它的控油力非常不错 夏天呢 我一个混油皮用 也是蛮OK的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 我觉得这款你用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有一种轻微的光泽感 在脸上是不会有那种 很干很干的感觉的 所以个人是很推荐这款 NAS的蜜粉饼 我也是回购了很多块了 然后接下来呢 要推荐的是大名鼎鼎的 一大饼 本来想买6号 然后6号在新加坡已经断货了 所以我就买了4号 4号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光泽感的 刷出来呢 就是一个纯白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散粉 它上脸的感觉是那种隐形磨皮 但是完全不会假面 它很持妆 但是控油力没有说特别特别强 你在中间补妆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西游面纸吸掉 然后你的妆面 还是呈现一种非常完好的状态 它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 也不会造成你底妆的斑驳 长时间带妆虽然会出油 但是你出油的感觉是非常高级的奶油肌 我觉得这款产品应该是适合各类的肤质 即便是干皮 应该也不会觉得它干 大油皮可能用它会觉得它不太控油 但作为一个混油皮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一款的 很薄一个 然后里面有一个自带的粉铺 这个粉铺我觉得做的材质也很好 里面有一个镜子 另外它还有自带一个绒布套 所以它其实整个帮你都想好了 你就是可以把它放进你的包里 去进行一个补妆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产品 虽然它单价可能很贵 但是我觉得买了它完全不会后悔 是用完了我会想要去回购的一个蜜粉饼 接着就是这个大美顶 你的粉铺beauty的这个blotting powder 它的效果就是粉状的细油面纸 可以把你脸上多余的油纸吸掉 而且如果你用它定妆的话 会让你的妆面持续的控油持妆 因为它专门是为了出门而带的 所以它的包装呢 就是里面有附一个镜子 然后有一个粉铺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它如果出门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厚 你们觉得吗 它的粉铺跟一大饼的那个摸起来 非常非常像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单面的 它的粉非常非常细腻 你去使劲的去磨它 它也不会说很白很白 这个它是完全不含闪粉的 所以这款产品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油的人呢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如果是干皮的话你就可以pass掉了 因为它完全是给一个油皮的人设计的 我现在试试看用这个 你们感受一下 我用了这一块 然后额头这里一块 只有你的高光在亮 你其他不想亮的地方就没有亮 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 值得去买一个 然后接着就说到大名鼎鼎的 Make Up Forever的HD系列 高清系列 我这里有两款 一个是它的饼状 然后一个是它的粉状 我这个粉状是买一个迷你包装的 但是是一样的产品 它是这种高清散粉 罐有的这种颜色 但是这一款呢 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假滑感 你上脸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摸到 你脸上是那种有一层粉的 它里面那种硅的感觉非常强 而这款的话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我觉得会蛮容易卡粉的 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用它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状态更不好 会卡在你的鼻翼 或者你上了遮瑕产品的地方 所以我对这款产品的评价没有很好 我不会回购 但是与它相比呢 我其实蛮喜欢它的散粉类型的 这个高清散粉 它的粉比刚才那个压成粉饼的 那个蜜粉饼要更清透 更薄 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干 粉更细腻 如果两者要选一个的话 这款上妆的那个效果 会比它的蜜粉饼要更高级很多 像那款就是你干皮要小心 这款就是所有复制的人都可以使用 然后接着要介绍的呢 就是一款非常有名的 By Terry的 这款也是当时我问大家 想要看什么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推荐的这款 然后这款产品呢 其实我刚在柜台上试用的时候 我超级惊艳 我在手上试的嘛 它完全抹平了我手上任何的纹路 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超级 没有任何缺陷瑕疵的一个手 后来我测评上脸的时候 我才发现它其实甲滑的感觉也超级的明显 它的成分里面有玻尿酸 主打的是哑光但是不干燥 我这点也体会到了 就是这款比Make Up For Ever的稍微不那么粉 主要是因为这种甲滑的感觉吧 你就总觉得你脸上有东西 然后有一种干粉在你的脸上的存在感 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上脸的感觉 就有一点点失望嘛 但是我不会说把它丢掉还是怎么样 我会继续用它 然后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这个Tarte Smooth Operator 它也是一个完全高清类型的散粉 就是你一抖它就是一雾清烟的感觉 特别特别细 但是这一款哇超级干 不推荐 就是很明显的有一层白粉在你的脸上 前面两款就上脸之后是看不到的 只是摸起来有一点点存在感 然后这个让肤矿看起来超差 就是会有干皮 我觉得不管是油皮还是干皮 这款我都不太推荐 是一个雷 OK所以高清散粉里面我都说完了 我个人最推荐的呢 是一大饼 我个人我真的很喜欢 它就是那种柔而不干 真的很好看 那个肤质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 非常喜欢 但是因为它价钱很贵嘛 如果你要在专柜里面再选另外一款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NARS 我蛮喜欢NARS的 这款 然后它是有一点轻微的光泽感的 这款上脸的感觉也蛮不错的 然后要选两个雷的话 第一个就是这个Tarte 不推荐 第二个就是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 这个蜜粉饼的这个 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类呢 就是浅肤色 然后一种自然持妆的效果的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大名鼎鼎的Laura Mercier 这款真的是 所有散粉类产品里面 我第一个听到的 别人推荐的品牌 就在我还是彩妆新手的时候 我在YouTube上面看大家推荐的时候 大部分的美妆的大咖 都在用的就是这一款 它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它是完全没有散粉的肤色粉末 上脸呢是一个雾面的柔胶的感觉 非常自然 没有粉感 我个人很喜欢 然后我很惊讶的就是 它控油的效果居然还蛮好的 我昨天用它戴妆 大概六个小时是完全不会脸上出油的 跟刚才那个易大饼 类似 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脱妆的情况 只是会有点出油 然后出油的时候呢 就呈现出来它主打的那种奶油肌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呢 我个人对它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就是名不虚传的好用吧 但唯一想吐槽就是你们看它的包装 这款完全没有办法带出门 你只要是晃动它 它就会从那个小洞洞里面跑出来 面试这么多年了 它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包装上面的改良 29克的粉诶 29克超大 一大饼8.8克 接着呢 输一个护身非常高 颜值也非常高的一个饼饼 CT的这个 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Skin Perfecting Micro Powder 然后这款呢 它是有颜色的 就是它是有选择的 我选的这个是一号色 如果你像我一样 就是黄皮 然后一二三白吧 我觉得用一号色都是没有问题 就是有点建于透明定妆粉跟粉饼之间 然后它粉很细腻 它的妆效呢 是亚光妆效 完全不干 有磨皮的效果 因为它是肤色的关系 它有轻微的遮瑕力 所以比如说你 底妆你想上很清透的那种 比如说只是上一个防晒 或者是上一个润色隔离那种产品 你就可以用它来定妆 你的皮肤会有一种微素颜的感觉 有的时候你脱妆之后 遮瑕力不是会降低吗 你用它来补妆 就会让你的底妆 回复到你一开始出门的 那个时候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 补妆东西 但是你又没有一个粉铺 然后你就必须要 自带一个刷子去补妆 这个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 可惜 我觉得这款产品是 任何复制都可以使用的 不管你是干皮也好 然后油皮也好 你都可以 但是它的控油力 我觉得就一般 没有说特别特别的控油 但是这个包装真好看 非常喜欢这个包装 它没有一个绒布套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可以忍受 因为这个产品还蛮贵的吧 如果它没有绒布套就 减分 接着呢就是 大名鼎鼎的 PPB 然后我这款呢 你从盖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个是老款 就它新款的盖子 这个地方是有一层 一层一层一层的那种 切割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完全是纯圆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但是我这款已经用了很久了 它都没有用完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 把这个不用了去买新款 有点浪费嘛 然后这个它的包装呢 是分两层的 第一层这个大盖子 悬开之后 里面还有一层小的盖子 然后它的粉铺是坐在这个上面的 这点我还蛮喜欢的 就比较干净 那个粉铺跟粉是完全分离的 然后里面呢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层很薄的一个筛子 坐在了那个蜜粉上面 它里面这个筛子是可以移动的 它是可以活动的筛子 但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种过筛的这种粉 因为占取起来会有点容易占多 它这个筛子是移动的嘛 你这样子左右左右 它的粉可能会从旁边这样子筛过来 比刚才Laura Mercy这个还要多 这个Laura Mercy 29颗 这个30颗 它们两个真的是半斤八两 但这个价格就会贵一点了 是这样子的粉肤色 也非常非常非常的 就是高级的粉感 淡素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单价很贵 就我用过很多种粉饼 蜜粉饼之后 我觉得它就还好 然后有的时候 我还觉得它有点点干 就是如果你干燥敏感的时候 用它的时候 你是会斑驳或者起皮的 在我这里 我觉得是不可以忍受的 因为它价格很贵嘛 我觉得 然后呢 就干皮你用的话肯定会干 这款绝对是油皮 比较适合的散粉 我不知道它新款怎么样 说不定它新款 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了 但是就它的老款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就 我搜搜 就是说一下 之前我有出过测评的 这个水散粉 没错 这个水散粉 这个东西 一言难尽 我之前出过测评 你们可以去看 但是我觉得那个测评之后呢 我就没有很喜欢这个产品了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大概是买了 一到两周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测评 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凉凉的感觉 这款产品主要就是主打 它里面还有50%的水 然后又能凉凉凉的 它的水很快就蒸发没有了 蒸发掉之后 它就变成一种 不是普通的粉 是变成一个更难用的粉 它会结块 你们知道吗 然后像这种情况的粉呢 你再去上脸 它很容易斑驳 就很容易跟你的底妆打架 可能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产品 还没有开封的话 你记得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还挺失望的 但是我觉得这款产品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包装 我是特别喜欢的 有一层盖子 是非常容易打开的这种 然后打开的里面呢 是网纱 刚才我也说到 我最喜欢的这种 沾粉的方式就是网纱 然后你用它来沾粉的话 是沾得非常匀的 非常好取粉 我可能把它倒掉之后 我会把它用来放 我最喜欢的散粉蜜粉 比如说我那个Laura Merci 我可以把它灌在这个里面 所以没有散粉的 肤色粉末的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两款 Laura Mercier的 跟这个CT的 这两款我觉得都不错 CPB的一般 不值得去花那个价钱买 然后BECCA是一个雷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 最后这个系列呢 这个系列都是一些 本身粉末里面 会带有一些闪粉的 我还挺惊讶 我这个系列里面的粉很多 那大家呼声最高的呢 居然是这个 戴科的白痰 我买的是热门色号 11号 浅粉色 然后加入了比较大量的 这种细密的珠光 我现在白天用这个产品 我其实在手上抹了以后 是看不太到那个闪粉的 但是在灯光下 是非常明显的闪粉颗粒 涂在脸上不会很突兀 看起来是那种挺精致的光泽 但是我觉得它本身粉末的那个质地 是属于比较厚的那种粉末 毛比较细软的那种 刷子上妆会容易结块 或者就是有一块上的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地方上的比较少 这样子 它的官方是建议是用 它里面自带的这个粉铺来上妆 把它的粉末这样子完全揉松 之后呢 在脸上是打圈的方法上 打圈的方法上妆 比较适合你本身皮肤 就比较好的那种人 如果你上了很多的遮瑕产品 在脸上 你这样子去打圈上妆 那你不是把之前的那个遮瑕 都毁掉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上妆方法 比较适合皮肤非常好的妹子 如果你皮肤很好 你这样去上妆 会有一种抛光的感觉 就所以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这款产品 比较适合皮瑕疵 不太多的干皮去使用 你用它的话 你的皮肤会呈现一个 非常精致的妆效 那油皮跟瑕疵皮 就要避开这个产品 我个人就不太喜欢用它 因为我的皮肤 没有那么的无瑕 也没有那么的不需要遮瑕 拉杜利的蜜粉 这个产品当时 我应该是在网上 被大家种草的 因为它真的非常火 我在香港的柜台买的 我的色号应该是2号 包装真的超级大一个 适合用来摆在那里 不适合带出门的 然后里面呢 它是一个很厚实 很厚实的一个粉 不太适合 直接用来上脸 因为它太厚了的关系 所以它整个的弹性 什么都不太好 普通的粉铺嘛 你是可以这样子 很柔软的 去把它掰来掰去的 像这种你就太厚了 就像一个甜甜圈的 那种感觉 就特别厚 你不太适合 用它来匀粉还什么的 就把那个刷在上面 多余的粉呢 抖掉 里面是这样子 一个非常做作的 蕾丝的一个粉筛 跟刚才CPB的 那个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那个 筛网上面都是 蕾丝 真的很美 然后有一股 拉杜利他们家的那种香味 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呢 这款产品跟刚才的那个 戴科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它里面的粉末呢 是那种 很细的珠光 它是刚才那个 戴科白毯的细腻版 比那个更高级一些 但这款 跟我刚才那个白毯的 使用感受挺像的 就是它比较容易显毛孔 如果你是本身皮肤 是干皮 或者是没有什么瑕疵的皮 你用这款会锦上添花 需要控油啊 这些的话 这两款产品就不太适合你 你买回来 放在那里摆就好了 我就是 买回来 用来摆在 书妆台上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同样里面有一点闪粉 但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酥苦的蜜粉 然后它也是有细密的珠光 但是比白毯的闪 要微弱很多很多 上脸是非常微弱的光泽 然后非常好看 非常高级 皮肤好的干皮妹子 同样用它锦上添花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你就要小心 控油力一般 不太适合大油甜 是我的爱 伊丽菲 这款呢 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了 一直非常喜欢 然后 它里面同样有 非常细密的珠光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细 我都没有发现 直到我前两天 在灯光下面一个一个去看 才发现里面有的 所以它上脸的感觉 基本上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 哑光的感觉 比苏库白毯 还有刚才那个拉丢瑞 都要低调很多 上脸的妆效很柔焦 它不会破坏你之前的 底妆的效果 不会有粉感 但同样有磨皮效果 但是它的控油力 什么的就一般 就即便是这样子 我也很喜欢它 就控油 我不追求它 实际是控油啦 如果你想要控油的话 你就 再去买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去控油 什么就好了 我觉得这款比较适合 从干皮到混合皮 就如果你是大油填 你用它可能 没有两个小时 它可能就太油了 接下来呢 就是推荐一个 我觉得最近发现的黑马 是3的 它们家的散粉 也是最近很红的一个 分很多很多不同种的 我去专柜的时候 有点懵 它又有四种 有glow colorless translucent 还有一个mat 然后我选的这个是glow 然后色号我选择的是02 它是肤色的粉末 就其实你上脸的时候呢 感觉是非常自然的 200或者300的话 你用2号是特别自然的 不会有那种一层 白白的粉上脸的感觉 然后它呢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 很细腻的闪 给我的感觉 跟比利菲的差不多 它里面的粉铺呢 也是这种材质 很好的 软软的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筛网 也是我最喜欢的 网纱型的 然后它的使用感的 跟比利菲的也很像 但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 比比利菲的要持久一些 然后接着呢 就是我之前 在爱用品里面 一晃而过的这个 这个是Cat1D的 新的散粉 然后我当时是 把它带去了西班牙 哇 这个粉好牛啊 因为当时在西班牙 40度吧 每一天 然后我们长时间 就在户外待着 然后它持妆效果 真的很好 粉呢 也是挺细的 有点肤色 有隐形毛孔 分抹皮的效果 前一天晚上在灯光下 我看它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 很细腻的珠光 就我觉得可能 这些散粉 它不是想要让你的皮肤 真的发光 但是因为太雾面的那种粉 你上脸的时候 会有一点太干燥了 所以它稍微多少 就会加入一点点的 那个珠光粉墨在里面 就防止你粉 会掉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小的一个盖子 就它 你旅行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它 就不太担心 粉会飞出来 然后这款我觉得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它稍微稍微 有一点点的厚 稍微哦 我没有真的去干皮上面 去试验 但是这款我觉得 作为混油皮 我很喜欢 这个整个系列的呢 我都说完了 其中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如果新加坡 有季节的话 因为你们知道 新加坡是热带 它一直都是夏天 如果是有分 春夏秋冬的话 我秋冬可能会 比较喜欢用 这款 然后夏天可能会 比较喜欢用 开放机的这一款 那一年到头呢 我可能都会更喜欢 Sweet的这一款 我对这一款 真的非常满意 中性一点 没有那么油的话 毛孔再比我小一点的话 你可能会 蛮喜欢Suku这一款的 白痰呢 或者是Laduri的那一款呢 就是比较适合干皮 OK 我今天说完了 这么多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 剪出来会多久 然后开架的粉呢 都在这里面 也非常多 有十几款 其中还有非常神奇的 我在淘宝上面买的 这个庞氏的 好像是18块钱的一个这种粉 叫BB粉 然后我也想试一下 我还蛮期待 这一兜子里头的东西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的频道留意 我之后会把这个 评价版的散粉测评呢 po上来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我说的已经口干舌燥了 那希望今天这个测评呢 对你们有帮助 就如果你想要找寻一款 适合自己的散粉的话呢 我相信今天这些里面 肯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那如果你有自己 非常非常喜欢的散粉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让更多的小伙伴呢 知道 还有其他我没有提到的 更好用的散粉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哎呀我今天本来是想要戴帽子的 因为我今天没有洗头 然后后来发现 用了一个碰碰粉之后 哎 我不需要戴帽子 然后我就把帽子拿掉了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帽子的 是不是显得我年纪小了一些 我今天用到的眼影 是NARS WANTED 好美哦 我好喜欢 超级散哦 哦对了 如果你是新加坡的小伙伴的话呢 然后你感兴趣我这些测评之后 没有用的产品呢 我会在我的个人微信号里面 做一个初清 就是把这些我测评过 但是不太适合我皮肤的一些产品呢 低价的转卖出去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 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也可以找我随时聊天哦 好拜拜 当然不是新加坡的妹子 也欢迎找我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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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